趁著午後時光好友雄鳩來公園散步 還有釣客坐在湖邊悠閒釣魚 但仔細近看湖泊水質怎麼怪怪的 大湖公園是北市內湖著名景點之一 但是面臨夏季的有氧化問題 我們從高處望過去就可以看到湖面是呈現綠色 而且站在湖邊還能聞到一些些的耳熟味 會很難聞嗎 太可怕 大湖以前是有好幾天 沒有不來的啦 是真的有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同樣是夏季 二零二零六月湖泊清澈是水藍色 二零二四八月湖泊就變了綠色 還飄魚絲二臭 主要就是夏季早滑 讓水質優氧化 但議員要求市府立即改善 得到回應卻是三個局處互踢皮球 比較特殊的定位 才會讓他現在在三個局處之間 到底是公園處 還是水利處 還是這個環保局三個之間有些權責問題 特殊定位就是大湖公園是智鴻池 公園處說是水利處管理環保局檢測水質 水利處推回去給公園處說他們只監控淤泥 環保局也推責說大湖公園有公園處責管理 公園處是大湖公園的一個管理單位 優惱化的一個狀況 會由我們公園處主責來去改善處理 三局處結論 苦主是公園處後續要加強打撈魚絲垃圾 和設置生態輔導改善水質 要讓大湖公園恢復一望美景 TVBS新聞 華正森李總哲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